证明你不再年轻的15个表现 中三条八九不离十了 很多时候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够一直在年轻着 可是岁月不饶人 不知不觉我们就老了 在婚姻里这15不再年轻的表现 中了三条 那你离老了这个事实是八九不离十 证明你不再年轻的15个表现 一开始慢慢的掉头发 每天早上起来梳个头会发现自己掉头发 洗个头也经常掉 二无法再忍受熬夜 总是想着早睡早起 有时候不得不熬夜 可是得好几天才能缓过来 不再像当年那般熬几晚通宵 第二天都还能生龙活虎的去工作 三开始注重养生 以前觉得自己身体好 东西都可以吃 也没有什么饭菜忌口 现在就连喝点酒都会在里面放点枸杞 开始慢慢了解一些养生的小技巧 四开始喜欢买各种家具用品 而不是给自己买衣服包包 生活开始由奢华走向朴实 五慢慢的不再发朋友圈 以前微信里总是不断更新自己的动态 想让大家都知道自己的幸福 现在更多的是想一个人安安静静的 六以前总是觉得自己身体背棒 即使在寒冷的冬天 穿一件外套都觉得没问题 现在还没入冬就自觉的加上了秋裤 七以前一点都不喜欢吃树的 总是大鱼大肉 现在开始学吃蔬菜了 开始注意自己的饮食 对健康的要求更高了 八穿衣服以舒适为主 不再追求外表的艳丽 而是觉得自己舒服就可以 九看到身边有人秀恩爱 也不会有所心动 觉得爱情里这些都是虚的 真的能够相守一起的两个人才是深爱 十不再喜欢灯红酒绿的生活 也没有了所谓的夜生活 更喜欢一个人在家里看电视 陪家人聊聊天 十一面对生活中的诱惑 没有了那份想要追求的动力 而是安于现状 想着安稳的过好生活 十二对于婚外情 打心里看不起 会慢慢的把自己打扮得很清高 表现出一副无欲无求的样子来 十三走在路边会被人叫叔叔阿姨 小孩也就罢了 高中生也这样称呼你 十四 以前觉得树颜参加聚会都没什么问题 现在脸上不好好图图一番 都不敢出门 只要看到护肤品有抗老功能 心里才觉得踏实 十五 夫妻生活更希望能够安静的过日子 不再爱折腾 不会想着还有去打拼 更向往着退休后的生活 小窝说 曾经年少轻狂的我们正在慢慢变老 事业不饶人 我们不得不承认 有些事情我们无法改变 可是我们能够做到的事 让我们的人生活得更加精彩 让我们的婚姻更有意义 看完这些 如果你中了三条以上 那么你可能已经在慢慢变老 你怎么看呢